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7 9 10 2 3 1 屏幕前的同学们 你们都读对了吗 这个单元我们还认识了一些象形字 同学们一定还记得象形字是我们古人根据事物的样子创造出来的 你们看 在这些图片的右下角就是这些字的甲骨文 这些字就是根据甲骨文演变而来的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连一连读一读吧 日 月 水 火 山 时 让我们再来一组 口 口 耳 木 羊 鸟 兔 同学们 你们看 我们的古人多了不起 创造的这些象形字既形象又有趣 课下同学们可以再去找一找 看一看 去发现象形字中的秘密 诶 同学们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过 我们这个单元认识的40个字啊 就像我们的好朋友就在我们的身边 你们看 丁丁在上学的路上就看到过很多学过的字 请你们也来找一找 看看你们和丁丁找到的一样吗 我在过马路的时候 看到交通安全提示牌上有人字 路过地铁和车站的时候 看到站牌上有地 天 站 口 几个字 同学们 这些字你们找到了吗 快来读一读吧 走进校园 丁丁又发现了好几个学过的字呢 请你们接着来找一找 再来听听丁丁的分享吧 学校的校牌上有云和五两个字 楼道和洗手间里的提示牌上 有上 下 手这几个字 你们看 汉字朋友啊就在我们的身边 如果大家勤观察 善发现 不仅能够记住我们学过的字 还能够认识更多的字呢 哎 你们看 一列小火车开过来了 车厢里就坐着我们的汉字朋友呢 让我们一起来读读吧 我 我们 我们是小学生 你们发现了吗 这列小火车呀 一节比一节长 火车头上只有一个我字 第一节车厢上是用我组成的一个词 我们 第二节车厢上是用我们说成的一句话 我们是小学生 原来这是一列字词句小火车呀 看 第二辆小火车开过来了 这列火车上坐着哪些字朋友呢 我们再来读一读 雨 雨伞 哎 第二节车厢上没有字朋友了 请你们快来用雨伞说一句话吧 听听这位同学是怎么说的 我有一把小雨伞 这个句子说得多完整啊 第三列小火车又开过来了 你们看 这列小火车上啊 只有火车头有一个花字 第一节车厢和第二节车厢上都没有字了 请你们开动脑筋 快来让更多的汉字朋友坐上小火车吧 来 一起听听这两位同学的分享 花 鲜花 公园里开满了鲜花 花 礼花 五颜六色的礼花真漂亮 屏幕前的同学们 你们想到了哪些词语和句子呢 也试着来说一说吧 复习完了 我会认 让我们来看第二部分 我会写 这个单元要求我们会写的 有17个字和10个笔画 让我们先来看看10个笔画 请同学们伸出小手指 我们一边疏空 一边说出笔画的名称 横 横 竖 瞥 瞥 瞎 点 提 横折 竖辙 弯钩 撇辙 这些笔画就藏在汉字朋友身上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找一找 大家看 气球上这六个字朋友 是由哪些笔画组成的呢 如果你们能够按照下面的要求 准确地说出第几笔是什么 这些字朋友就能跟着气球一起去旅行了 请你们集中注意力 听清楚说准确 气球才能升空哟 第一组 上和尔的第一笔是什么呢 上的第一笔是竖 尔的第一笔是横 回答正确 气球升空 第二组 口和山的第二笔分别是什么呢 口的第二笔是横折 山的第二笔是竖折 又答对了 第三组 云和火的第三笔分别是什么 请你们快来想一想 云的第三笔是撇折 火的第三笔是树撇 全部答对了 屏幕前的同学们 你们答对了吗 你们看 书写汉字是有顺序的 先写哪一笔 后写哪一笔 可千万不能搞错呀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做一个游戏 汉字变变变 你们看小蜗牛拖这两个字出来了 让我们一起读读这两个字吧 一口 一和口加一笔会变成什么字呢 听听这位同学的分享 我想到了 一加一笔可以变成二和十 口加一笔可以变成日 这位同学的回答 有没有带给你们一些启发呢 再看第二组 木和日加一笔会变成什么字呢 木字加一撇是河苗的河 日字加一横是目光的木 日字加一树还可以变成田地的田 你们看汉字多有意思 加上一笔就会变成不同的字 下面让我们来把这些字朋友写到田字格中吧 写二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从上到下 写十和和的时候 要注意先横后竖 第二行的三个字 我们在书写的时候啊 要注意他们的字形不一样 日和木上下同宽 田字上宽下窄 下面请同学们调整好坐姿 拿起小铅笔 一笔一画写一写吧 接下来我们看图写字 这三幅图上画的是什么呢 请你们快来把答案写在旁边的田字格中吧 看看你们写对了吗 同学们 我们在写字的时候啊 不仅要写对 还要把字写规范 你们看 首字的第四笔是弯钩 火字的第三笔竖撇从竖中线起笔 第四笔钠从中心点起笔 撇钠舒展开 这个字才好看 第三个字云 云的第二笔长横要从横中线起笔 如果你做到了又正确又规范 就给自己鼓鼓掌吧 再来看看这幅图上画的是什么 对了 画的是三个小朋友在山上植树 蓝色方框中的两个字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山 三 这两个字发音有点像 我们再来读读 山 三 哪个字应该填进哪一个田字格中呢 请你们快来选一选吧 你们是这样写的吗 让我们来读一读这个句子 三个小朋友在山上植树 再来看看这幅图上画的是什么 请你们听老师读句子 把字选进相应的田字格中 小鸟在天上飞 小虫在地上爬 看看你们选对了吗 如果没有选对 赶紧改过来吧 这个单元呀 还有三篇需要我们背诵鸡肋下来的内容呢 看到这幅图 你想起了哪首古诗呢 对了 就是永鹅 让我们想象着白鹅在池塘中欢快有水的情景 一起来背诵一下吧 永鹅 永鹅 洛宾王 鹅鹅鹅 趋向向天歌 白毛浮绿水 红掌 波青波 屏幕前的同学们 你们背诵下来了吗 听 这位同学在背诵什么呢 爱 金木水火土 一二三四五 金木水火土 天地分上下 日月照金谷 哦 原来他在背诵第二课 金木水火土呢 同学们 请你来和老师一起背诵一下吧 金木水火土 一二三四五 请你接着背 天地分上下 相信你们一定都背诵对了 这个单元还有一首好听的对运歌呢 让我们听着音乐 拍起小手 一起来背诵一下吧 对运歌 对运歌 云对雨 雪对风 花对树 鸟对虫 山青对水秀 柳绿对桃红 屏幕前的同学们 你们背诵下来了吗 特下呀 可以把这首好听的对运歌 再背诵给爸爸妈妈听一听 好了同学们 这个单元 这个单元我们一起复习了 我会认的四十个字 我会写的十七个字 还有十个笔画 以及要求我们背诵 积累下来的三篇内容 通过一个单元的学习 你们就收获了这么多的知识 是不是非常开心 课下 同学们在学习语文的时候 可以继续的多观察 多认字 长积累 去享受学习语文的快乐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